好那先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下禮拜上課啊 就需要請大家帶一下你們自己的電腦 你看桌上都有插座嘛 就不用擔心那個電源的問題 下禮拜也是一樣在幾天教室上課 那我們現在堂課的電腦會需要操作的一些軟體 我們會在客戶通知的時候再寄給大家說 哪些軟體需要請你們先下載安裝這樣子 那下禮拜也是會帶 我們會提供就是每一小組 以每一小組的那個方式 然後帶大家出去外面走一圈實作 然後操作那個GPS的紀錄 然後整個等於就是整個那個電腦線上的操作 這樣子的狀況 那再來有什麼問題嗎 那目前這樣說起來 零版可以嗎 零版可以嗎 嗯 我們會借大家GPS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一小組單位用操作GPS 零版 嗯 不太行喔 OK GPS是哪一家的 Garmin嗎 對 Garmin的 所以它的圖子是 只要Garmin的都OK 基本上 是 它就是它的那個NAP source 對 對嘛 好 NAP source傳出來有很多附加檔 然後一上傳到 Google而進去 那個GDP檔嘛 對 對 這個真的是很專業 不可以是有操作過的 好那我們 就先上課好了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這堂課 不好意思 好 大家有沒有見識到文老師的冷笑話威力 那就是我們的非常厲害的一位會講冷笑話的老師 他是文藥心老師 那他也是平常也是就是很熱心於就是中心於就是手足步道這個區域 那老師就是有很多非常專業的知識可以跟他討教 那大家也歡迎盡量挖掘老師的一些知識這樣子 那我們就跟老師囉 大家好 你們知道今天要上什麼坑嗎 對 看看內容是什麼知道嗎 真的嗎 想要改題目 改LDS LDS是什麼知道嗎 不是 LDS是叫拿迪賽 好 好 所以就是大家放放鬆心情吸收才會好 好 那我盡量把一些我知道在做步道調查 在前置作業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然後還有哪一些的那個美感 就我所知的我會盡量就是跟大家來介紹 那 好 我介紹我一下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密密麻麻的字 都是一些步道的案子 那就是我過去這十幾年來都在做步道的案子 然後你們看一下那個第十六紅色的字 就是這個是我是覺得蠻好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 第四十一個 見景國家步道 他在應該是今年吧 網路票選獲選世界最美小路之一 那這個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大家拍出來 包括導演拍出來很漂亮的位置 那個位置我都沒有做步道設施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自然才是最厲害的設計者 那為什麼會有步道設計 包括為什麼要進去做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你們來報步道學的這個課之前 就是錢 你們可能就已經都有接觸過手作步道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活動或者是運動 那為什麼要進去做步道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我想問一下 對為什麼要 我們為什麼要進去自然裡面 然後就去搞一條步道 讓他依然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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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想過 那沒有步道會不會更好 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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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簡單也很難 對 然後每一次的那個課程 都規定我們要處於作業 那這一題很簡單也很難 要不要變作業 還是不要變作業好了 我們就討論一下 為什麼 崔哥 因為你沒有辦法避免人進去 但是你又不能不讓他進去 所以你把一條可以涵蓋到大部分的範圍 然後讓人可以進去 可是 如果讓他在步道上走的話 他對環境的影響跟衝擊 可以減到最小 然後又可以引導他去看到 一般來講 大家比較喜歡看到的東西 就是給他一個範圍 給他一個進去的通道 但是那個通道你可以 對環境做最好的保護這樣 嗯 就是說 崔哥的答案我簡潔講 就是說 步道是一條引領人們 進入自然去領獸 領略自然的美好的一個媒介 那這樣子的媒介 我們盡量去限縮到最小的人類進去之後 對自然破壞最小的一個範圍 大概是這樣子的 所以崔哥講的已經很完整了 那另外 我有看到我們後面 大哥請問怎麼稱呼 我姓八 阿一八八的八 八 屏東人嗎 喔 在靠近三地門那邊嗎 烏坦 烏坦 因為那邊姓八的很多 那我想要請教你一下 過去公路系統還沒有在你們那邊出現的時候 你們要從一個社到另外一個社的時候 你們是 走路 走路 那條路是部落的人開出來的嗎 嗯 是啊 是 好 所以除了步道的功能 除了帶人去領略大自然的美好 另外還有很多的功能是交通運輸的功能 所以如果嚴格要探討 其實步道的功能很多 只是說時代變遷 整個的步道的功能一直在變化 變化到現在這個時代 步道是一個讓人去運動健身 然後去欣賞大自然的這樣的功能 比起以前就是兩個社區的交通這樣的功能 現在是搶得多 所以步道的功能其實也是隨著經濟發展 或者是整個的物質條件的改變 而在做任務跟角色上面不同的變化 好 那我看了一下我們這一次步道學的 食物課程的一個課程條 主要是在室內課的部分 加什麼 我們今天上第一堂課 就是前置作業跟資料的收集 那第二堂課剛剛有講 就是要帶一些GPS跟Notebook的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我們要進行就是怎麼樣把這些 運用什麼樣子的一個調查工具 然後把這樣調查的軟體怎麼樣放到一個平台上面去 那這個平台是讓大家在未來 他是一個是一個共用的 支援可以分享的一個平台 然後在接下來 李嘉哲老師會開始講一些步道分級的分類的原則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課 然後他還會在下一堂課會介紹 就是一些步道的一個工法跟案例的一個分享 然後在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就是戶外的一個課程 那這邊我們的客戶小組 他是叫做這個望文切紋 請問望文切紋是什麼事情 欸 就是中醫師嘛 望文切紋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中醫 你去看病的時候他大概會運用這些手法 然後來知道說你可能患了什麼樣子的一個病症 那他要開什麼樣子 那我們在從事就是要介入步道裡面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步道的條件環境 還有他四周的一個環境 我們需不需要有了解 需要 好 所以就是今天要上第一堂課 介紹這一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然後我就很像是那個什麼八點檔的那個編劇 我上課就喜歡符合時事 然後上個禮拜的今天我就躺在醫院裡面開道 所以我就想我整個的就醫流程 我們跟我們今天的事情 我們把它做一個類比法 我用這樣子的方法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注意看喔 這個是就醫的流程 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喔 你是不是去醫院就是先畫好 然後就去看診 然後看完診就去披價 禮料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還要去做檢查 然後就離開醫院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一些流程就是減傷 那也就是急症的話就會跑急症的 然後不然就是可能就是透過醫師診療之後 有一些要檢查 那如果不用檢查的人 這樣就是透過醫師的門診之後 就直接要去結帳等等的 然後我們來 謝謝 再看一下喔 前面兩張跟接下來這兩張是不是很像 你在步道設置的流程跟這個流程有沒有很像 我覺得整個流程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只是內容不一樣 設置流程呢 前置作業完了之後要做什麼 資源調查跟規劃設計 然後再進行細部設計然後施工 然後再大部分管理 那在前置作業的階段 要做一些什麼樣子的事情 要做一些相關計畫的一個協調 你要還要去清查一些土地 為什麼 如果有一條有一條步道 要通過你在工作的一個私有地 然後他都沒跟你講 然後他就開過去了 那你會覺得有被尊重嗎 沒有 那如果說他有去跟你做溝通 而且取得你的同意 那而且他在設這個步道的時候 然後也選擇了一條很好的一個路線 那也讓你的這一個在做農事這樣子的一個 有幫忙到你的這樣農事的一個經濟 那這樣子你會願意讓他這條路從你家的田地旁邊開過去嗎 甚至在你家的田地的某一角落開過去嗎 如果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尊重 然後又對你的一些經濟有幫助 那也可以讓人家去了解到說你們在種的這些作物 然後用了哪一些智慧 然後或者是說種的這些作物 然後是怎麼樣是透過你們的耕作的這個系統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人來了解這件事情 那你們覺得這樣子會不會 會是比一個就是完全都不講 然後就這樣子自己開過去 這樣子好得多 會 好 那如果會的話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就會變得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下一個階段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資源調查的部分 一般就會做步道上面的一些資源調查 那步道上面的資源有哪一些 就是後面這一些 那也大概會是今天我們要 我會講一些案例我覺得也是要去讓大家知道說 那你要調查什麼 要調查植物 要調查動物 要調查人物 地種 情環境 這些東西都是跟步道這個設施有關的 那過來就是一個定線的一個規劃 那在做定線的規劃的時候 這邊就要回到第3堂課 李老師他會上的 你的一個步道的分級分類的系統 所以你要去知道說你這條步道 他未來的定位是什麼 然後開始綜合以上的東西去做一些現況的分析 這些分析還要去整合梳理出 他的一些潛力跟限制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會是跟 還可以再做得想進一點的話 還可以去做到SWAT分析 然後整個的一個 你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設計構想是什麼 你的整修計畫是什麼 然後之後你列出你的工作計畫 跟估算你的這個工程經費 那講到這一邊 我知道我們上這一堂課 有那個我們新竹出的環境回路子宮 其實你們也做過了這兩個部分的某一些事情 對不對 好 但是你們在從這個地方往後面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都還沒有做過 都是做到這一邊對不對 然後很快的就會 我有看過你們的資料 你們很快之後就直接跳到說 那你們想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課程 就是由淺入深 然後反正會越上越深 那你們現在會這樣子就好 然後再過來才會到細部設計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離你們已經又有一點遠 那個我們在另外一段時間來講 那步道定線在整個的一個流程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要先確定你的規劃設置的一個目標 這目標是不會隨著時間 我說的時間可能就是在施工期的這個時間而去做改變 然後你要去做出 就是透過剛剛的那一些整合數例 然後你會有一個規劃的一個評估 那評估出來說 你是要利用既有的路線去整修 還是你有可能要去做一個路線的調整 那你這一個如果需要到路線的調整 你是要增設路線 你還是要去局部的一個改變路線 然後得到一個比較整體的一個實施的一個方案 然後你才會開始去繪製你的這個步道的一個路線圖 然後去做所謂的定線定中跟GPS測量 那這個是我們在一般在做步道定線的操作的一個流程 然後再又回到這個問診跟檢查 我們去門診 醫生會問什麼 他會問你有什麼病症嗎? 他會問你有什麼家族病食嗎? 他會問你最近的什麼飲食狀況嗎? 是不是吃到什麼才讓你不舒服嗎? 問你的生活作息對不對? 但是他應該不會在看病的時候問你說 你頭沒去就要打的 不會問你說你頭髮去哪裡剪的 我舉最後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選項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在執行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所要去收集的資料一定都是跟這件事情是有關聯的 那些沒有關聯的通通不是這一次的重點 那檢查什麼? 你去做醫院檢查的時候一般檢查什麼? 像我去重手術是腹部的手術 所以他就幫我做超音波 然後開刀前幫我做S光檢查 然後抽血去驗血 那他應該不會檢查說你有沒有帶手帕衛生紙吧? 所以這個也是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那我們在做手作步道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去收集什麼樣子的資料 我們要去準備去去搜索哪一些跟這步道有關的 你們現在有沒有想法? 如果我說我們今天要去做一個步道調查 那你們會想要收集什麼資料? 怡婷 你想收集什麼資料? 那個步道的那個地址啊 地址 或者是在走步道會是哪一些人? 還有哪一些人在使用 那聖線大哥? 他的範圍、長度、還有氣候 嗯 好 好 那我們請問的前面這位先生 對 大家都回答得很好 那可見大家都對步道這件事情有一些經驗 那也有一些提任 好 所以這個是我分析就是列舉出來 就是一般我在做步道調查之前 我會去搜尋哪一些資料 我把它分成兩個尺度來搜 一個尺度是大尺度的 這些尺度呢 關於這步道的區位 關於這步道上面可能會有的質詢 海拔 步道從海拔0到海拔3000都有步道 所以在不同海拔的地方 你很容易就可以鎖定它有不同的植物像 然後還有就是步道的一個 大的一個地質的一個狀況 還有步道的這個環境的一個降雨的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一個海拔高度 那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因子 它是一個互相影響的一些因子 它不是個別存在的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些大尺度的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的一個蒐集 為什麼 區位 我畫黃線的都是一個 就是跟步道有關係最有關的一個選項 就是它權重重 佔的比較重 這個區位我覺得最有關係的就是說 它的一個相關法規的一個規定 這要怎麼解釋 你覺得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步道嗎 為什麼 那有什麼地方都可以做步道 好 那我們就是把區位跟相關法規的這個部分 有誰有在那個國家公園裡面當過職工的 應該是這一邊 好 聖見大哥 國家公園分區裡面有哪一區 是不可以去做這一些步道設施 就是過多的人為設施的 剛剛來講古蹟 古蹟保存區 還有一些比較地質敏感地區 地質敏感地區有斷崖 有植被比較特殊的地區都不能做步道 好 這一些 那你剛剛講的這一些 其實都是在國家公園法裡面 都有明文規定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它在什麼區位 它如果說在國家公園 那國家公園裡面還有一些小的分區 那它分區的地點 如果是像剛剛聖見大哥所講的 那個部分你想做步道都不能做 因為國家公園在那個分區裡面 它所要保護的是那個地方 很珍貴的一個自然資源 它並不是以一個類似說 類似像觀光的形態 希望有很多的遊客進去的 所以那個部分步道在那個區位來講 它是任務那個資源不能做的 好 然後那有關於植群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影響很大的 叫做步道的形式及材質 為什麼 有參與過我們這個工作假期或手作步道的同學 請舉手一下 好 我請建議建西好了 那你覺得為什麼質詢跟步道的形式跟材質 會有關係 你有去過那個翠峰的題詞對不對 翠峰 梅峰 梅峰有 就是台大梅峰嘛 對 那你從這個有辦法想像得到 為什麼質詢跟步道的形式跟材質有關係嗎 我們在那邊用了什麼材質 就一般來說 就是以究竟取材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會直接用 那邊就用木階梯這樣 對 木階梯 那那邊的 我們取的木階梯的材質是什麼植物 就是它比較是 也是鎮業的 對 那個地方是過去的一個人工的一個造林地 種的是柳山 那你如果是手作步道 一般我們就是就地取材 我們會取它的封倒木 那所以如果它在海拔2000多的地方 我們就不會取到柯葉樹 一般來講 大部分都是取到就是這些鎮業樹的一些封倒木 那柯葉樹跟鎮業樹在材質上面有沒有差別 不管在形狀或者它的耐厚度 或者是它的使用性的這樣子的一個取材的良率上面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差別 有差別對不對 一般我們想得到的鎮業樹一般都比較通直 那柯葉樹它在一樣的高度裡面 它會扭曲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一個分段 就會多很多出來 所以在整個的運用上面就會有不同 那地址 好 地址讓我想到的是池子坡 池子坡的活動 誰去過 伊婷你去過 好 那地址在這個部分 我如果這邊列舉它當然跟這個步道的形式跟材質有關 因為那個地方渠道的是一些 比較算是板葉延類的 不見得純粹是葉延 那如果它跟一個邊坡的處理 跟一些排水系統的處理 那你經歷過的池子坡 我們處理了什麼 如果針對邊坡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有做一些 用石塊的方式去做一些互連坡 那為什麼需要去用石塊去做那些互波 因為它那邊坡度還蠻陡的 因為在做階梯的時候 有時候怕說如果只是做 而且它那邊石塊有比較小 所以事實上它會用一些排列的方式 然後再加上庫鑄邊坡的方式去讓那些花來的 第一個是我們接地的設施能夠穩定一點 然後另外海水的部分是還有做很像節水 很像節水的方式 在三地門就是舊達萊 要去舊達萊那條路有一個那一個步道 然後那部分叫做池子坡 那我們剛開始去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有一些狀況 就是排水的系統大致上已經完全受到 既有的一個地形的一個限制在排 然後不只排還有就是沖刷 它是受到大地形 因為過去池子坡有人在走就有人在維護 然後那一段時間所做的排水系統 已經都推平了 那所以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去整理 它就產生了很多就是淨流 那二方面是因為那一邊的一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一個地形條件 那二方面講的是 我要講的就是它的一個地質條件 它不是全部都是大顆的這個石塊 它是一些大小石塊混合 然後它混合一些泥混合一些沙 那想像得到在一個很陡的一個坡面上面 如果碰到強降雨的話 你的大的石頭如果被沖到可以滾落 一般這個它都還會去刷你的錶土 當你的錶土被刷鬆之後 很容易就會產生一條U型垢 那是我們那個時候在直播上面看到 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才是會重新去思考 就是說這個要配合整個一個地形的判斷 然後要去知道說哪邊需要去設一個 橫向的一個排水 然後邊坡要怎麼樣子的利用 既有的這些地質的生成的這些塊石 去做一些防沖刷的一些瀑布 然後再來講的是降雨 降雨的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排水處理 還有就是它的一個材料跟方式 在海拔3000公尺的排水 你必須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海拔3000公尺左右的地方的植被跟地形 會是什麼 一般已經都是埃建築林了 如果大家有那種登山就是爬高山的經驗 你會發現埃建築林裡面 也會有很多的U型沖刷鉤 有沒有印象 然後如果它到了海拔1500公尺 它的一個降雨型態 那你再去思考它的一個植被像 你會發現這些在海拔3000公尺跟海拔1500公尺 這樣子的一個步道被這個降雨重刷 所產生的災害形態是不太一樣的 那那個部分我們就必須要去思考說 那到底這樣子的不同的這個降雨型態 我們應該用不同的這個排水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利用既有的就地取材 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那另外一個就是海拔 那海拔這個部分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就是海拔可能就跟步道的遠近也有關係 然後考慮到的就是一個搬運的經費 或者是搬運的難度 跟它的一個施工難度有關係 我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以前在能高越領道工作的時候 能高越領道海拔也都2000多 然後它在和歡山的南邊一點 那所以它到冬季也很容易就碰到下去 那你想想看 在這樣子的條件下面 在冬天 你覺得冬天跟夏天 它可以思作的這樣子的時間的長短 是一樣的嗎 為什麼不一樣 所以呢 所以就會短 這是你的匹地經驗嗎 是 那在高山除了製造的時間的長短之外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你的溫度 在冬天能高可以工作 早上可以工作的時間 你們猜是幾點 要不要猜一下 10點 10點 你已經說了結束的時間對不對 到2點 好 有沒有不同的 大部分都講10點開始 有沒有 好 我跟大家講 的確在那種冬天然後會下雪 那即使沒有下雪 就是山上的溫度可能也都是接近零度 或者是零下的時候 所謂的早上我講6、7點好了 你根本就不能工作 為什麼不能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冬天就是騎機車或騎腳踏車 清晨的經驗 你的手指會怎麼樣 動 然後會有什麼現象 會站 然後你會覺得很不靈活對不對 而且那個時候 你如果在搬重物 輕輕的就是大力的碰一下 你的手指就很容易怎麼樣 就皮開肉站的 那在山上就是碰到這種情形 所以一般在那種天氣 的確大概要到10點半左右 那個溫度才會稍微回升一點點 大概就可能就是3度4度 我講回升了 就大概3、4度 才有辦法開始做事 然後到了下午大概2點半之後 又沒細長了 因為那個溫度又馬上又降得很低 那所以這個海拔的問題 就跟這個施工的難度有關 那還有就是搬運 大家都有參加過好幾次的 這樣子的一個手作孤道的活動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 就是如果我們是有很多的材料需要搬運 搬運很長的距離的時候 那那個活動會一開始有時候 會讓你覺得很無便 你就覺得整天都在搬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你都必須要去考量 那這個是大尺度的部分 好 那小尺度的部分那就更多了 好 那在做步道調查要調查什麼 要調查這一些 你現在步道的鋪面的狀態是什麼 是哪一些鋪面 是什麼東西 那這關聯到底是什麼 你未來的施工方法 未來的你的施工機具是什麼 然後你的施工材料要用什麼 那你要花多少的一個預算 我現在畫從這個因子畫出去的每一條線 都是跟它有關係的 然後過來就是 現在有的步道的寬度是多少 步道的寬度這件事情 其實跟什麼有關係啊 我們上次在東眼山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做過一個 尺度的這種感受體驗 那個已經到 我講一下 沒有去過東眼山我們那次活動的 你們聽一下 我們這樣講會不會很誇張 如果在一個自然的步道裡面 我們寬度射到兩米半 嗯 好 你已經露出很驚訝的表情 我看到了 好 聖憲大哥 你可以分享一下 那個兩米半讓你感覺 你有覺得很誇張嗎 不會 不會 好 這個東西步道的寬度的這件事情 國家步道的設計規範裡面 寫兩人並行最適宜的寬度是多少 趕快考大家 一米二 好啊 這叫一米二 一米二 那兩米半是它的兩倍 還要再多十公分 那聖憲大哥說 兩米半是吃得到的 好 所以都不要被這種自視的數字 來框住你的思考 那步道的寬度適不適宜 有幾個很重要的因子 必須要去考慮的 有一個因子是什麼 你的使用率 使用人數 另外一個是 它在這一個空間環境裡面的尺度感 第三個是 它在這個環境裡面如果設置到 假設說我們一般認知的一米二是OK的 它要設置到兩米半的時候 它對於這個自然環境的擾動 會不會產生不可恢復的傷害 這是三個很重要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我覺得 等到我們親自走到自然裡面去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來針對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探索下去 會比坐在這邊一直思考是好的 因為在這邊是感受不出來的 然後還有就是你整個的一個 維期後的一個調查 維期後的調查其實簡單的講 有一些很細微的部分 你們有聽過三陽面跟三陰面嗎 陰陽陰陽 三陽跟三陰 三陽就是一般在台灣就比較是朝南南向的坡 它比較容易照射到陽光 就是三陽面 那三陰面就是道反 因為有時候山路這樣子轉來轉去 有的時候你的路向南邊向北邊都不一樣 那雖然它整段也許都是直接都是向東西向的 但是有時候它就是向南邊有時候向北邊 那這樣子的環境有可能會有產生不同的維期後 一般在三陰處它的濕度比較高 它的氣溫比較低 那你在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地方的步道鋪面常常就是會比較濕 然後我們就要針對這一個維氣後 針對這個維氣後在步道上面產生的問題 去做克服 這就是為什麼要做維氣後的一個調查 那還有就是一個步道排水的狀況 步道排水的狀況就是說 你看看現在的步道排水系統是什麼 它有沒有必要去調整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都聽過 我在講一個步道上面腰繞的步道 腰繞要怎麼講 腰繞就是如果我畫的是一個縱向的 這種叫做腰 人走在這裡 這種就是腰繞的 順著等高線走的 這種如果有小問題 積水算是小問題吧 感覺步道上面有積水是小問題吧 好 有聽過放過這個影片照片的舉手一下 沒有 我等一下找給你們好了 因為這樣子解釋有點難 就是記得提醒我一下要放這個 就是說為什麼要去注意步道排水的狀況 如果有一些地方沒有注意小問題都會變成大問題 然後步道排水的問題 又跟這個步道林林的問題 會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環境敏感區的調查 剛好在上禮拜 我們在那是什麼山 拉拉山 然後我們去做了這個所作步道 那師作的項目是把既有的木棧道拆掉 恢復成自然的自然步道的天然鋪面 那這件事情我要講的事情是 環境敏感區域的調查 那我們在拆除 晚木棧道在整地的時候 我們居然挖到了三角域 那請問 請問我們的整修計畫要不要繼續下去 該不該下去 大家都講不應該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不要來談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們最後是有做完 但是我們有把它把握起來 但是這件事情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事前的環境敏感區的這個調查 可能不足有漏掉一點點東西 但是有的時候是這麼講 永遠等到事情發生了 有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哪裡做得不足 但是都不要害怕做錯事情 或者是做不好事情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是態度 你如果知道說這一次沒有做好 我們在以後類似的事情 我們就要把它做得更好 調查得更清楚 那這樣子在做了決策之後 在執行的時候 才比較不容易又碰到類似的一個狀況 那還有一個就是一些危險區的一個調查 如果一條步道有一些地方是常常會落實的 會崩塌的 那那個地方我覺得在做步道整理的 這個規劃的期程上面 那些部分可能 你就必須要去慎選他可以施作的時間 你不要在雨季前後拼命去做那一段 因為做完下雨他又貪 那不然就是剛好他貪的時候 一顆落石動打到就拜拜 所以這個部分危險區的調查 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那剛剛大家都有提到的 就是動植圖的一個調查 那另外一個大家常常忽略的是這個 如果我們是在執行手作步道就地取材 這樣子的一個 以這樣的核心價值去思考 步道要怎麼整理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不去調查 哪裡有可以使用的材料 所以常常大家在做步道的一個環境調查的時候 通通漏掉這一個部分的定位 那這個部分就會你在執行的時候 常常就會碰到兩種極端的情形 有的時候步道領隊他會說 那請大家來搬比如說這一邊 C裡面的這個塊石 結果一搬搬了一整天 那發現的狀況是什麼 這裡只用不到他一搬來的二分之一 那那一些多的二分之一要幹嘛 就會浪費掉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問題是就是搬不夠 那你就必須還要再編隊 再去搬一次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那很重要的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使用者行為的一個調查 你一定要調查說在走這個步道 使用這個步道 他們大致上面是怎麼樣在運用這個步道 然後在運用的這一個過程中 有哪一些你發現是 就是說這個步道的現況 然後產生了一些不適宜的這種使用行為 它是對環境是有持續性的破壞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在步道整修的時候 把這個部分去併除掉 就是說要去修正它 那還有一個 你可以持續的去比對前期步道 它的目前的一個使用缺失 那比對你現在已經整修好的步道 它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有缺點 那當作是下一次修正的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這就是在小尺度你要去調查的一些因子 那還有就是要調查的事情好多 這個是這個國家步道系統的設置規範裡面 的一個知識的表格 你看它的這個表格裡面 它寫這個是步道環境調查表 然後就要你填步道的名稱 那它的使用者是誰 那它的長度 然後平均寬度 那它是屬於第幾類的 就是屬於步道分類的 那它步道的區位在哪裡 然後它也就是在步道的 這個出入口端的GPS的一個定位點 那說實在的 這件事情平均寬度 這件事情對我而言是不重要的 因為要解決步道的問題 不是去思考培均寬度就可以解決的 然後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它的一個項目裡面有什麼 基本的一個環境的一個現況 譬如說它這裡就寫是否經過環境敏感低旦 那有哪幾項啪啪啪啪 這些有列舉出來 然後它這近年是有發生重大的這個災害事件 那這裡這跟這個區位跟法規就有關了 是否經過法定的這個保護區 然後在這個地方 它的一個周邊的交通跟環境的一個問題 然後步道系統裡面 就有幾個重大的這個連外的這個因子 就是有沒有轉運站 有沒有接近道路 這是一個兩個很大的這樣子的一個因子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有去做一個 讓大家去做勾選的選項 然後有沒有大眾運輸工具到登山口 一般都沒有 整個目前我發現一般都沒有 然後附近有沒有這個鄰近的一個油氣區 然後土地全署的調查 路廊資源的調查 它也是分為自然資源跟人文資源 但是它這個東西都很廣泛 廣泛到我覺得那個尺度太大了 然後是否有什麼 現有的這個活動使用 因為有的步道說實在荒廢 是沒有人在使用的 那有人在使用的步道跟沒有人在使用的步道 它所產生的一個問題是不一樣的 但是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雖然你在做那種很少人 或者是沒有人使用的步道的調查的時候 你發現了這一種沒有人使用的問題 大部分是什麼 就是著草重生 路徑消失 可是我們去做整理之後 不是就是希望說它可以讓民眾再走進去嗎 所以你必須要再去思考一些事情 就是在這個步道的一個狀況 當遊客再進去之後 它所產生的問題會是什麼 你在做初期步道調查的時候 你就要有直覺的反應去思考 這一個部分的一個問題 不要只停留在說 現在就是雜草就砍一砍 然後有一些泥泥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把它的一個鋪面 就是承載加強 不要只是想這一些 然後這個我們今天不要講 但是讓大家知道就好 你的步道座落的這個區域 像我剛剛講的 它的相關法規的對應有這麼多 所以你去找到你這個步道 是在哪一個土地使用分區裡面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每一個法規就有它的施行的細則 或者是相關的規定 那你都必須要去遵循 好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這個叫做步道的類型 我想這個大家一定都有很多的 行走的這種路形的印象 像楞高越嶺道就是這一種 如果中央山脈在這裡 它就是從南投翻過中央山脈走到華連 那這個叫做一線基本形 通常這種都是屬於比較是長城的一個 登山的一個步道 那這個就是一個循環型的 那它因為只有一圈 所以它叫做循環基本形 那比較好的一個步道的一個路線 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你不需要走回頭路 你也不需要去安排在出口處的 一個交通的街路 那這一種是屬於循環應用型的 就是有圈的 然後是各種不同的組合 這一種步道常常會在森林遊樂區裡面會有 然後有客中心在這裡 然後它就說我這裡是什麼 像如果以藤枝來講 這是什麼西絲花步道 什麼秋海棠步道等等 那還有這一種就是有小循環 中循環、大循環的這樣子的一個運用型的 那還有就是這一種放射狀出去的 一個步道的組合型的 那這一種形態跟這種形態很像 只是說它有比較多 會是利用重複的一個路線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步道的形態 在台灣我知道的 在那個嘉儀奮起五類穗 那附近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不同的一種 步道的組合型態 那現在我們要上到幾點 9點 9點 那中間休息 可以好 步道調查的時候 然後我大概有看了你們 就是說你們這一次想要去選擇 哪一條步道去做一些作業 那就讓我想到就是我現在要講的這件事情 你們選擇的那個步道的名字啊 或者是那個附近區域的名字啊 其實它已經告訴你們很多事情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這邊我講地名謝天經 為什麼 其實你如果去看台灣的古老的地圖 你去看那一些地名 那都跟台灣的這個地名的命名 九大原則有關係 這些命名原則有什麼 我很快放過去 因為等一下一個一個還會講 有九項命名的原則 第一個 依天然的地形與位置而命名的 比如說河谷、溪谷、湖泊 你這樣的地形命名的有什麼 有沒有聽過石潭、西洲、鯉魚潭、渾水 有吧 那潭子是什麼 潭子的就是這種平地天然 或者是人工挖掘的這個蓄水池 而且是稍微深一點 那洲是什麼 就是一些沙洲、浮洲 那潛是什麼 就是指岸邊、河畔這種 那溫是什麼 有聽過漁溫、漁溫 就是一些挖地、淨水的一些挖地 那海埔是什麼 你們家新生地 那西埔人有什麼 有沒有聽過我以前在新竹念書的時候 我租房子的地方就叫牛埔 牛埔是什麼 牛埔就是有長的 就是這一種 溪流旁邊的這一種沙埔 然後長了很多的草 然後就有很多牛在那邊吃草的地方 就叫牛埔 所以等一下你們 我這樣一直講下去的時候 你們自己想一下你們選的那個步道的名字 都跟這個命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你們在搜尋資料 搜尋這種自然資源資料 或者人文歷史資料的時候 就要從那個名字切進去找 我再告訴你們怎麼樣去找 你們步道相關的資料的方法 那第二個是有依照這種屬於山區的這種地形的 有什麼 有坑、有坎、有輪 那坑是什麼 坑 你家不是什麼坑嗎 風速坑 等一下會講到風速 那所以坑是什麼 你不要看這個你想你家那邊坑是什麼 那種地形就在那坑 那坑呢 有聽過什麼坑嗎 坑坑是什麼 坑坑就是一個在比較大的一個落差的 比較下面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有點像擋土牆的那種形狀 用那種懸崖下面那種就叫坑坑 那輪呢 有沒有這些都有聽過吧 輪背 然後什麼二輪 什麼三條輪 輪是什麼 輪就是平面上面比較高一點點的小球 就是一個平底上面 然後突然冒一個小小的 不是很高的 就小小的 那樣子就叫做輪 就有一點 我以前唸一本書叫田園之丘的時候 他在講說我們屏東潮州那邊 有一個地方叫做 摩 摩基倫 摩基是什麼 摩基 你知道嗎 摩基就是無殼的蝸牛 摩基啊 不是不是不是 對 然後那個 但是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晚上然後很像蝸牛一樣 但是他沒有咳一片 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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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基也是 然後他就是形狀就像一隻闊魚 然後他後面就加一個輪 他就是那種形狀的一個小球 所以你常常從一些地名裡面 你就可以去思考說 不管他的自然或者是人文的一些事情 那比如說你在找老地圖的時候 其實這不是找我家 我現在住在那個中和 那個四號公園這一邊 然後原來這個地方以前叫做潭潛 有潭 有潛 那表示那個地方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濕 比較算是沼澤的地方 那相對的 我在想說拜啊 那邊地質比較波羅的 像那個啊 南亞天母 天母那個 你不是有一個南亞國小嗎 國中 為什麼叫南亞 他現在寫是寫這樣子 但是他這個是從陰去變的 變得很像比較優雅一點 但是他的古地名叫拉瑪 拉 拉 拉帝 他叫拉瑪 翻成南亞 那那個地方也怎樣 也是一個比較軟的一個地方 所以從一些地名裡面 其實他就一直在告訴你很多他的秘密 你們不要把它只是當作是幾個字而已 然後有很多樹林森林的地方的 這有沒有 新北市有一個地方叫做什麼 樹林拉 那我們永和那邊有一個竹林路 那你就可以思考說 那他以前的環境是什麼 你現在去竹林路 大概可以看得到的樹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行刀樹上長得要死不活的那種龍樹 真的 真的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那有聽過很多什麼譜什麼譜什麼譜嗎 那就是一個比較平的一個區域 那如果第二大象用天然的這個特殊的地形 秘密的 譬如說有什麼 平底山 就是說這個山的上面是一個平的 所以這叫平底山 那有聽過赤山嗎 其實你如果去翻老地圖 你會看到有一大堆的地方叫赤山的 在澄清古那附近也有叫赤山什麼什麼的 那個就是他那個山的土的顏色是紅色的 那圓山就是山的形狀是圓圓的 那觀音山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觀音山是躺著的觀音還是站著的 他看著是他全身還是只有臉 對 對 對 你看你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叫玉山 為什麼叫玉山 對 所以你看那個地名的命名 有的時候跟植物的命名 其實都很好聯想 所以其實不要太害怕 你就把它當作那個是一件 在找很多的背後事件的秘密的一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你就切進去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你不知道他之前的一些資料 那跟這個河海有關係的 譬如說這個我們是新北市 有一個叫什麼 雙溪 就是那邊要兩條溪的一個會合 然後我還記得屏東往台東的路上 有一個叫做雙溜森林遊樂區 那也是有兩條溪的一個會流 所以他們地方叫雙溜 然後還有叫做什麼鹽水溪苦溪 然後還有叫入河門 入河門不會是這一次找資料的 才知道說為什麼他叫入河門 因為那些浮出來的那些沙洲的形狀 有一點像入河門 所以那個地方叫做入河門 那跟島有關係 像龜山島有沒有 他是真的在某一個角度 超級像烏龜的 真的 好 那第三個 他是擁有天然的特殊產物而秘密的 比如說這個什麼鯉魚潭 他就以前生長很多什麼鯉魚 不會是鯊魚 不會是鱷魚 好 那這個叫做鳥魚 為什麼那個地方會叫鳥魚 就鳥很多 不是烏龜很多 那鹿滿山 你們知道嘉義有個地方叫做鹿滿嗎 你們坐阿里山鐵道會經過一個車站 就叫鹿滿 就是以前那個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這個鹿 那這個就更有趣了 這個直接反映到是他之前的一個植物像 那有很豐富的 很特別的 就會取這個來當作是他的一個地理 比如說這個是小鈞他家嘛 對不對 什麼坑 豐樹坑 你家那邊是什麼 龍樹很多 它是秘密的錯誤 其實早期是豐箱 豐箱 但是它不更為重 我來移植 OK 好 它現在是老庫 是 OK 好 但是其實豐箱跟清豐 以前很多人會搞混 但是它只得就是那樣子的一種植物的 然後在那種地形裡面長了很多 所以它就用這樣子當作是一個地理 那好 那蝌宅 什麼是蝌宅 不是蝌壁喔 是蝌宅 就是蝌壁的小孩子 我啊 這是蝌 蝌鞭 這是植物 什麼是蚌 蝌子 對 有沒有聽過高喳鬧 有的翻是什麼 狗戰術 有的翻酒戰術 都是從這種閩南語的音翻成國語的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辯音 其實你看很多的地圖 然後你會發現有很多是撰寫錯誤 就是字很像 它在散寫的時候 抄的時候就抄錯了 所以就從某個名字變成某個名字 那有一些是從地方的這個方言的音 有的時候是原著名語 有時候是蘋果族語 有時候是閩南語 有時候是日語 然後翻過去翻成寫中文字的時候 就寫出各式各樣的 那其實有些東西是相同的一個地名 所以你看看 有竹子 有楓樹 有茄冬 有這個什麼柯 蘆竹 桃園有蘆竹嘛對不對 就叫蘆竹 然後有章樹 有藤 有榕樹 有瓊椒 瓊椒應該指的可能就是像芭蕉啦 那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一開始 我小時候我也覺得 那個應該是那邊松樹很多 那什麼叫做鳥松 鳥松就是雀龍 就是翅龍 翅 紅色的那個翅就叫翅龍 因為你哪有叫焦雄 那個不是松 那個是雀龍 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讓大家容易混淆的 好 這個 這個叫做康朗嶺 康朗就是台灣海藻 有沒有聽過 空隆 空隆 我記得新竹靠近南梁那個地方 也有空隆 有一個地方叫空隆 就是那個地方長了很多的台灣海藻 然後這個叫做拿到位 拿到位 那為什麼會叫拿到位 就是它可能是在零頭裡 比較尾巴的那個位置 那有沒有聽過水杯 那什麼是水杯 對 就是水的 送水 就是輸送灌溉水的一個木呆 那有沒有聽過土壇 土壇 土壇 土壇想到的是什麼 不要跟我說土 因為我想到的也是土 去財產 對 土壇就是那個木頭 從山上運下來聚集放置 暫時放置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以前要去泰平山的時候 會先經過 我們會在哪裡買票 土壇 對吧 那就土壇 那不是土很多 不過你現在去看 那土真的這麼多 因為這一次那個杜鵑颱風來 那個土壇也全部下來了 好 我們再來看 好 謝謝 這個是在屏東縣 靠近台東那個地方的一個地方叫牡丹 我是想說奇怪 牡丹不是要在那個 維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低的地方才有牡丹嗎? 為什麼這地方叫牡丹 那後來需瞭解之後才知道 原來它的牡丹指的是臺灣的牡丹 是這個 這個是臺灣原生種 知道嗎? 不知道 疫情不知道 它可以吃 那你要記起來 OK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就是鳥松這個虎指的是哪裡 知道嗎? 現在高雄很大的一個 陳青虎 陳青虎 然後它就是叫做 蕭雄蝦正 不是蝦正嗎? 蕭雄蝦 就是在鳥 那一個地方有很多的那個 但它指的就是說 也是類似一個看蝦的那個狀 它指的就是這個雀 所以我很喜歡找資料的時候 我會先找到說我現在要研究的那個區域 然後我就去找它老地圖 然後看看它過去的地理是什麼 你可以找到很多秘密 因為你一直追進去 你會發現原來它的一個天然環境 過去的天然植被或者是一些資源是什麼 那有一些像礦產 像高雄有鹽丹區 鹽城區 然後像我們新北市有什麼 金瓜石 然後這個黃山會不會指的 就是那個北投那邊 那個黃西黃山的那個地方 對 北投嘛 所以這種地名會比什麼 就是什麼中山路啊什麼來的有趣 但是 我要講但是嘛 就是各有各的好處 但我只要每一個地方 我去到中山路我就知道 這裡附近可能會有車站 這也是好處 那有一些是在這一個河山位置 還有跟它的建造物而命名的 像這個鷹哥 它就有一個鷹哥石 有沒有 就那個石頭在山上長得很像就是鷹哥嘛 然後還有什麼 東港街 東港街可能就是在屏東那個東港岸的那個地方 還有這個 關於這個人造建築物的 像雲林 油車口我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那個在淡水 但是我知道雲林有一個地方叫油車寮 那這個就是指的就是那個炸油行 油車就是指的是這個炸油行 然後我們還有看什麼比較 喔 張老寮 張老寮 因為台灣以前有很多地方在煉老 然後有那種煉老的公寮的地方 就叫張老寮 那這一個有沒有這個念鍋嗎 煉鍋 什麼 布 這布 這布 就是這個布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這布 那在台南 高雄 屏東 有很多地方 過去在就是甘蔗生產之後 在製塘的地方 就叫這布 那仿寮是什麼 仿寮也有 不是只有屏東有仿寮 我後來發現中和也有一條叫仿寮街 那原來仿寮就是什麼 仿就是木板 就是用木板做的這個茶寮 那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在中和那個地方的老地圖 這叫做仿寮 那個位置很像是附近有一間廟 很像是當地的那個宗教信仰中心 那是不是也是中和一開始最繁榮的地方 農會那邊 對 那也是最繁榮的地方 那個地方過去 它的發跡的地方 發跡嘛 所以那個古地名 它過去叫做仿寮 那那個古地名的仿寮這個字 也沿用到現在那個街的名字 那有一些關於這個防備用途的這個建造物 久白了 然後偷吳也是我這一次才知道的 什麼是偷吳 原來就是它這個堆圖成蕾 然後它是劃分就是漢藩的這個界線 那其實台灣的地名的命名 現在我們查得到的一些老的資料 其實都是用漢族的這個角度在命名的 其實都不是用當時候原住民的這種角度在命名的 然後新北市也有土層 那這個愛寮 有聽過那個什麼愛有限 就指的就是這個 那堵就是指的這個是土牆 那在新北市有什麼七堵、五堵 但是土牆的我們在雲林 還有去過一個地方叫做勒內、勒萊 但是勒怎麼寫 勒怎麼寫 勒也是堆土起來的 那它是要防止水患的一種構造物 然後這個也很有趣 財城台語叫做茶修 那個音可能就是變音被人家誤聽 後來就變成恰修 所以恰修不是車很多的地方 是木材很多的地方 這下一次如果要虎朋友去屏東玩的時候 經過恰俠就可以問他這一題 那跟寺廟有關係的 像馬公 馬公為什麼是馬公 因為那個是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馬祖公 就馬公這兩個字 然後江金魚 就是當地有一個很有名的將軍廟 那用歷史嚴格跟古老傳說 秘密的有哪一些 台南很多啊 什麼紅毛城啊 什麼什麼紅毛什麼什麼的 所以紅毛就會想到那個是哪一個時代 荷蘭時代 那混凝土的台語叫什麼 你會想到是什麼 就想到那個時代 就當那個時候帶來的 然後跟這個王田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叫做官田 台南有官田對不對 產麟角的地方 那什麼叫官田 就是這些王田由鄭成功接收之後 然後就改為官田 那什麼是王田 王田就是知道就是荷蘭人 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們所謂的王就是對於這個 遺求的這個尊稱 那跟鄭成功屯嶺的時候命名的 就是現在林鳳嶺很像想到的是什麼 是誰 所以這個我們要導致一下 就是要跟鄭成功發生聯想 不要再跟那個頂心啊 威權啊發生聯想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很有名的什麼左營啊 高鐵站 這些都是跟過去那個 鄭成功他們有關係的 然後還有一些跟是銀盤有關係的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叫國姓嘛 對不對 國姓在哪裡啊 台語 南投 南投 國姓鄉 那是因為鄭成功叫做國姓年 那當然也有一些過去的一些歷史典故 那個地方就被稱為是國姓 然後這個東西我覺得也很有趣 而且也就是還滿讓人家覺得是 就是說漢文化裡面還會慎重追遠 會感念說來開發的人是這一個 用當初來這個開拓的人的心 來當作是命名的 像為什麼會叫那個地方會叫書啊 是因為過去去開墾的這個統領 叫做書世維 它姓書 還有這個什麼 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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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唸這個 這個它好像是用臨語唸比較道地 然後這個一定很多 你們一定思考得到你的家鄉的附近 一定一大堆這個 像我記得我念國小的附近 就有一個地方叫做老畜征 那個地方都姓劉 他們就叫老畜征 然後我外國家在雲林 那個什麼 倫貝那邊那附近 就有一個地方叫做雷措 那個地方的人都姓雷比較多 那叫雷措 那有一些是用傳說秘密的 這邊黑鬼寶 這邊黑鬼禪什麼的 這是有一些傳說 那會叫烏 我覺得這個也滿有趣的 會叫做烏鬼譜 是因為過去荷蘭人的這個時代 他們有帶了一些黑鬼禪過來 有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然後就這樣子去 那還有這個 那這個阿公殿 這個也讓我就知道說 喔 原來不是我之前 聽我朋友講的阿公殿的那個意思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就是那種阿公去休閒的地方 對 要講清楚 因為我以前我朋友都跟我講說 阿公殿就是那種年紀比較早去的 他說我們年輕人不適合去阿公殿 然後第六個就是說 依人為的這個拓殖見智 然後當初的這個情境的狀況 我們秘密的 比如說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大家一定都有什麼能講 像高雄有什麼 五甲 那什麼叫做甲 甲是指的是一個面積的一個單位 不是張君雅的小妹妹念幾年幾百 比如說五甲 不是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幾張禮幾張禮 我們臺北市不是有六張禮 那幾張禮幾張禮就是 也是面積的這個大小 他這裡寫說什麼 每五甲分配是一張禮的這個份額 所以六張禮有幾甲 好棒喔 你不愧是怪計 然後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不會 我不知道怎麼唸 這個然後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就覺得也滿有趣的 就是有趣 就是那種抽籤的意思 就是指捲起來 然後那時候 比如說要分配土地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指定的 人家覺得不公平 那就用抽籤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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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揪 是鬥烏龜的意思 真的 然後像宜蘭有幾節幾節 這個節是什麼 指的就是一個 人民向政府提出的一個切結書 就幾節幾節 所以我知道宜蘭有什麼五節 五節有什麼王宮廟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當初移民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幾戶 那屏東我就知道有一個地方 叫做在機場附近 就叫做六帝 六帝廚 對 那就叫六帝廚 就幾帝廚 幾帝廚 那新舊 新舊的這個關係的就是 比如說有一個新的區域產生了之後 然後那個地方就會叫做新什麼 然後 這個就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有一次這個要問聖傑哥 不知道那個解說是誰帶的 就那很有趣 有一次我在節目上面 然後就有人問說 他們在那個小遊坑那一邊 然後在做那個導覽 他就問一個解說員說 那為什麼這裡叫小遊坑 因為他說旁邊有一個大遊坑 讓我想到新舊就是讓我想到上次那個 看到那個節目很有趣 然後還有就是 有這個什麼 那這個跟什麼 什麼歡 以前我家那一邊有一個地方旁邊 我們家住在屏東堂場旁邊 外面那個地方叫做花納寶 那歡那指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比較對人家不尊敬 就是指的是原住民 漢人都叫他們叫歡那 那其實現在屏東 我們稱排灣族 其實我小時候我聽到長輩講的 不是不只叫歡那 有聽過叫做嘉雷嘛 嘉雷啊 我們叫臺灣族的原住 我們叫嘉雷啊 那像屏東有一個地方 我知道叫做霞葵 那就是漢藩他們在做教育的一些地方 那還有其他 那鹿港就知道說 跟這個水路梅花路有關聯的一個場域 那鎮 大地有鎮 鎮指的就是那個廣場 鎬 這什麼鎮鎬有沒有 所以香山那邊有一個叫做什麼 海山鎬 那很像後來那個地名 有的地方就沒有那個鎬字 就叫海山 然後曹鎬 曹鎬這個比較好理解 那鎬 鎬子的 有的時候你會在比較 不是靠海邊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一個地名叫什麼什麼 鎬 那其實後來原來港是這一個 就是海水的這個支流之處 就是要叫做港 不一定要是在海邊的那個地方 才叫做港 那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變質也很多 皮啊 阿波啊這樣子的變質也很多 像宜蘭有天宋皮 然後雙蓮皮 然後 那五分譜那邊叫什麼 叫什麼 中 五分譜那邊的究竟 靠你中坡還是中皮 我不知道 中 對對對 那那個也是指的是皮的意思 然後還有菌 菌指的就是這個填盤的這個水溝 就叫做菌 那這個變就是水門 過去就是那個水利設施 就是它在灌溝 然後 譬如說它的水量那麼多 它需要分配不同的方向的時候 它就會做這個變 所以一般的變會做成圓形的 那有好多孔 那那孔是可以開關的 那叫做變 那以前我們屏東縣縣長 就因為有一個那個什麼 五變頭還是四變頭是不是 就是四變頭的這個什麼 四五則圓 對 四五則圓 對 四五則圓 那變頭指的就是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水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我也是這一次才知道的 我們不是像什麼什麼 五分譜有沒有 剛剛講的我們五分譜有沒有 那這個幾分幾分這一個分 指的是過去那個電腦的時候 要用灶去燒 然後食灶為一分 然後什麼像古啊 這個是指的那個資 就是一種資本 就是說這個資本所佔的這一個額分 所以像什麼七谷 台南那個七谷 指的是過去他們出資的這個額分 那這個什麼 竹尾啊 狀尾 這個就是過去在那個我們農村的時候 那大家會種竹子 把自己的農村保護起來 然後有一些是為了要防風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拓子見字 當初選擇的這個雅字命名的 像恆春 恆春在更早之前 我們叫黑春 它叫蟎蟎蟎 這個念台語也很容易念得比較 會怎麼念 蟎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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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就像春天一樣 然後所以就叫做恆春 那彰化我也是覺得哇 這個也好有趣 就是以前這個地方就是平谷族 他們半縣設的這個遠居地 然後在清代的時候這裡有設了一個縣 然後這個有一個巡撫王 他發現什麼 寶城寶明張聖天子 就是批倉什麼海語之話等等 然後什麼這個彰顯黃話 然後就叫髒話 或是很厲害 這比馬英九還厲害 馬英九四個字還有兩個字 然後還有關於什麼八卦三 這個你們再自己去看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然後這個也很多 就用移民者用他們原本的故鄉的這個名字 比如說像潮州、常樂 這些都是在福建 然後台南有南境 那這個也是其實是在漲州 但是用這些移民者 他們過去是從主要是從哪一個地方來的 然後他就用過去的這個家鄉的地名來命名 然後還有就是移用原子的這個色名 這個色名指的可能是那個我們平埔主 像這個伊蘭的埃塞 那他過去的地方他不是在伊蘭 他這裡很像是在台中附近 所以台中的老地埃裡面也有一個地方 可能叫艾塞 然後用原籍的這個名聖的 就是他故鄉有什麼名聖的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知三眼也是這樣來的 所以知三眼是在這個漲州府過去 那邊有個名聖叫知三 然後採用這樣子的命名 然後用原籍的名稱或者是隱喻某一種新的意義的 那譬如說這樣就是新竹 新竹就是說那個地方 以前漢人跟平埔族的這個竹嵌色比零而居 那後來漢人建了一個新的一個城池 然後這個新的城池 後來就他們叫做這個竹嵌 然後取代這個竹嵌層 取代了那時候平埔族的這個竹嵌層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叫做新的一個竹嵌層 然後後來才叫做新竹 那嘉義我覺得跟彰化也不黃多 因為嘉義以前那個地方叫做竹嵌層 那你看看這個它是 這個地方看後面就好 它是清廷為了嘉許什麼 當地官民為了朝廷死守城池的綜藝精神 然後就叫嘉義 這也很厲害 好 那剛剛講這些地名的命名原則 只是要跟你講說很多的地名 你都可以從中去找到很多的蛛絲馬跡 然後從這個蛛絲馬跡一直追進去 你會去收集到很多的資料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就是我過去在做這一些案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段時光 因為收集完資料之後的所有時光都是很痛苦的 那這是一個去切入這個我們的主題的一種方法 那另外我們還有你如果到了現場 或者說你從網路上面找到一些惡手資料 就看到很多的圖片 那你怎麼樣的去把它梳立出來這些資料 那所以我叫它叫做讀星書 那讀什麼的 讀誰的心 就是讀 你要從這裡面去梳理從歷史 從動物植物 食用環境 剛剛其實都有講過 你要把這一些很多很旁掌 你一眼望過去很像看似很頻繁的 這些景色裡面開始去做這些梳理 比如說你到了一個地方去調查 你把所有的照片都放出來之後 你發現哇 就這樣子 可是你細細的整理之後 你可以把這12345 這五大管齊 那有的時候不是只是這五大 還有其他的 你去做一個 因子跟因子之間的互相連結 其實很有趣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在那個賽德克祖 他們的一些 一些算是 他不是傳統聚落 他是找了一個新的土地 然後蓋了一些過去的傳統的一些防色 然後還有一些儲存他們糧食的那種傳統的一個建物 那譬如說你看看我這張照片裡面 你就可以去探討什麼 你看這裡 這一個山欄 大概在中午左右 這張照片在中午左右拍的 他就起來了 那你看到這山區中午左右有這種山欄起來的 你馬上要去反映到他的一個什麼海拔高度 那你再看一下我那個時候去已經是秋天了 所以他有一些紅葉的一些植物 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他的一個海拔 那這些植物裡面 你又可以趕快再去聯想到 他跟他的一個生態項裡面的關聯是什麼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張照片而已 那這一張照片裡面 你可以再看一下他的建物的風格 他的建物風格裡面有幾個 發現你有看到什麼 有竹子 所以你就知道這附近有竹子的資源 那另外這是一個古倉 那這種古倉裡面這裡有一個木頭的圓盤 做這樣子是為了要幹嘛 放老鼠 因為老鼠不是那個白色的蜘蛛 不是蜘蛛人 Spider-Man 他不是 他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那這裡一定有老鼠 那有老鼠就馬上就想得到這裡一定有蛇 所以這是一連串的用一些聯想法去量 你都還沒有觀察到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聯想出來 這裡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動物生態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建築構造物 長久以來也反映了 他的一個人文歷史的一個建築觀 那在這張照片裡面 你看到他用很多的這種百言類的 那你可以去思考就是這個地方的地質特色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應該是青鋼蠣 那他的一個生態環境條件是什麼 那有這些例子你可以又去思考到什麼 黑熊 黑熊 那這個 對 因為黑熊喜歡吃青鋼蠣 那這個地方因為海拔比較低 然後人為的干擾比較多 所以這裡沒有黑熊 但是有一些飛鼠 那這個黃黃的葉子的這一個是一種香料植物 就是馬告 馬告是什麼 就珊瑚礁 那珊瑚礁會長的地方 他需要就是地質條件 他的一個排水要稍微好一點的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就想得到這個地方 他的這個土壤絕對不是黏土質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 他的建築的這種家屋裡面 你會看得到他的這個建築物用的材料 那你就會再去跟這些生態附近的 這些植物下面去做連結 然後他前面的這個撥坎 就跟這個地理的部分去做連結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家屋的這個型態 你又可以跟過去的這個使用的人的習慣去做連結 可是這一切的一切其實就是 你可以從很多的地方去找到很多的蛛絲馬跡 幫助你去了解這一個步道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點再往北 再往北然後再往中央山脈一點 在過去日智時代你可以看得到有一棟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他叫做玉墊 這個玉墊在能高月嶺道上面 他叫能高玉墊 就是現在的天池山莊的舊職 他的第一代的建築物是這個樣子的 那是日本人建的 讓我們都知道日智時日智日本人他是建築風格 是受到那個中國唐朝的建築風格的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他們蓋的 都是有點唐風的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的樣貌 那你看前面的這些廣場前面的這些撥坎 他就是利用就地的扮演 就地取材利用的一個資源 然後現在開始是有一些陸陸續續是一些案例 就是說你怎麼樣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去找到很多的竹絲馬跡 然後來幫助你了解這個環境 那這一個玉美山步道 我要講的是這一個植被與生物 然後還有一個是土壤的關係 玉美山步道的比較海拔低的南段 它是一個人為干擾過的地方 所以我們去第一次踏岸的時候 走進去是這個樣子 其實都是一些舞節嘛 然後這個是耳夾相似處 就是人工造理的耳夾相似處 那看到這樣子你可以知道 這其實已經是一條大家很少在運用 在行走的一個步道 那我們去做步道勘察的時候 常常會受到身心不舒服 然後你就開始想很快走過去 然後就會漏了很多你要收集的資訊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走過去之後 我第一次沒什麼感覺 而且那個時候是好天氣 就覺得這條路就是草砍一砍就沒事啦 那真的是這樣嗎 後來在這個路上 我有拍到一張這個照片 這也是我第一次勘察的時候就拍到的 但是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只會問人家說這是什麼 然後我一開始就以為是鳥巢 然後我朋友跟我講說這個是老鼠喔 是這種草鼠 我把第一個案例放在這個位置 是因為我知道我上課上到這個地方 大家已經快沒力了 所以要放一隻可愛的鳥巢 這個像不像鳥巢 如果讓你猜 你覺得這就是鳥巢嘛 好 那其實這一張照片呢 這一張照片你們現在一定也想不到任何的 就是跟說這張照片可以解讀 它的環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不好的因子會影響不到 有誰解讀得出來 水 為什麼是水 為什麼草鼠不要把這個草竹在這裡 他為什麼要竹在這裡 他為什麼不竹在這裡 因為我們繼續看下去 因為月梅山的土壤 它是屬於高齡土 高齡土就是一種黏土 那這個是後來下雨的時候 我再去下雨過後 我再去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發現我天啊怎麼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都是六個馬 然後這個有沒有 我要煞車 煞得住 嚯嚯嚯嚯嚯嚯嚯 那是不是這種步道是天晴的時候 步道好走得不得了 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下過雨 下在這個屬於黏土層的這種 土壤狀況裡面 這個步道的狀況 馬上變成這樣子 那好 那我會想說為什麼這種土會這樣子 我就開始去找資料 原來高齡土 它從顯微鏡裡面去看 就是一片一片六角形的這個土壤的分子 然後它的帶電 它會一直吸收水裡面的這個電子 它就只會吸水 然後它又不會排水 所以黏土層的地質 遇到魚 遇到水就是變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我們如果說 對於自然環境的解讀力很好的話 其實我應該在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裡只要下過雨 這邊一定會有積水的問題 那因為老鼠我已經告訴了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意識到 好 那我們第二個案例 我們來看大南澳月影端 這個是在哪裡 知道嗎 大南澳 你沒有去過嗎 我被蟲咬到... 沒有 好 那看這個地方 我們來做那個地形上面的解讀 這裡是哪裡 欸 誰說的 你怎麼知道 長趣 有沒有 所有的事情都是熟能生巧 長趣 長讀 長摸 就會知道 這裡是烏死地 好 那大南澳月影端呢 所謂的大南澳月影端 大南澳指的是就是這個附近 這一個區域 這包括翻過去就是南澳了 這一個區域就是大南澳 它越過大南澳嶺之後的這一個山路 那原本我們想要做的是 招標資料裡面想要做的是那個什麼 蘇花古道 蘇花古道從蘇澳到花蓮很長 那只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然後就是要做大南澳這一段 所以那個時候的這條路的秘密 是大南澳月的這個部分 然後烏死地在這一邊 然後我們從整個這個蘇澳 南澳 南澳這一邊的整個 這個是一個行政地理分區 這行政地理分區 然後我們再把它放大 剛剛看到的就是從這個地方拍過來的 這個五十筆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這條黃色的線 然後這裡有一個叫大南澳嶺的一個山 那會叫做蘇花古道 你是不是覺得它應該就是 過去的那個蘇花古道 但是你開始做功課 你開始追進去之後就發現不是餒 因為首先我們做了這個GPS的定位 然後把它匯整到這一個3D的一個地形 然後下一次教大家的這一個 下一堂課要教大家的 就是要學會這件事情 然後這一些看到的這些什麼出入口啊 什麼安部啊什麼的 這就是我們實際有去他談過之後收集回來的 然後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開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要對整個大地形去做一個了解 那你如果沒有走過 你有把這個軌跡收下來 其實你從這個 一般的那個過游死 你可不可以去了解地形 可是你沒有實際走過你就沒有臨場感 沒有臨場感你很難去把步道做好說真的 然後開始就去找他的歷史嚴格 就發現天啊 所謂的蘇花古道原來他是從1874年這樣子 一直到現在歷經了這麼多不同的人的開發 然後一開始的命名叫做後山北路 然後又過來之後又叫做北路荒廢期 就是說他後來就是清兵撤了之後他就荒廢了 然後又叫做大南澳路 然後又叫做什麼 我打錯字 沿海岸的岸 沿岸裡翻道路 然後又叫做東海徒步道 那個時候還沒有車在走 只有人在走 然後變成蘇花林海道 這個時候已經可以通車了 但是很像是一直是所謂的單線的 一直到蘇花公路 還有很多段是單線管制通車的 但是你發現說你查了一下 原來他的歷史是這樣子一層一層 是有不同時期 不同的時代的意義跟狀況的 然後你就去再找老地圖 就是過去的某 就是在昭和十年的時候 1935年的老地圖 你會發現這個烏石碧很好認 然後你又找到這個 過去的這個所謂的蘇花古道 那個時候在那個時代 叫做蘇花林海道的這個地圖 那你會開始就覺得開始很有趣 然後李瑞中老師 他那個時候做蘇花古道的一個計畫案 那你就發現說從他的研究裡面 你來看就是這是在歷代的一個路線 這是大正二年的時候 然後他會一直路線上面有一些調整 那這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又讓我想到就是每一次不同的時間點 那可能都是針對一個病症 然後去做那個超音波檢查 然後不同的時間點拿出來看 那個膽有什麼變化 或者是沒有變化 我覺得這幾張片子這樣子很好 就讓我想到 嗯 又跟那個聯想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去踏勘的路線 而且完全不在這三個時代的任何一個路線上面 完全沒有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古地圖已經告訴我了 這個案子就有沒有 騙人靈頂 沒有啦 這邊有個例叫做騙人靈頂 你知道為什麼 他這叫騙人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從這邊爬過去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邊已經 因為這邊比較懂 你已經覺得很累了 然後你又看到前面有了一個山頭 大家都覺得那個就是大男奧靈 對 爬到了這一個騙人靈頂的時候 就哭出來 因為大男奧靈 他在後面那一顆 所以這一顆就是因為騙了很多人 就大家都覺得他是大男奧靈 然後後來就叫騙人靈頂 反正這個也是從文件上面的資料裡面 去梳理出來得到的 他如果說為什麼這應該叫騙人靈頂 是就是有壞心的男生把女生騙在這邊嗎 還是怎樣 不是 然後這一個是 所以我們把現在 不是現在 就是以前清朝的時候的蘇花古道 所謂的北路 把這一個路線重新繪製出來 就套著那個舊的 那這個底圖是新的那個Google Earth的底圖 剛剛的圖是轉90度的 現在再把它轉成北在上面 你會去重新去把圖梳理出來 然後這是黃色的是現在的蘇瓜公路 現在隧道是開在這裡 然後大南澳路的這個里帆道路是這條藍色 是這樣子下來的 就到了這邊有一個照樣的社區 可是東海徒步道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它是繞進去的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時候這邊繞進去嗎 後來我在朝陽漁港這一邊看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些狀況 就是這裡有很多的崩塌 然後沒有辦法處理 那個時候的工程技術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它才倒進去 其實你從現在的這一個空拍圖裡面 你還可以看得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白白的有沒有 這裡也是一個很大的崩塌 那你知道為什麼現在的蘇花古道 蘇花公路要開這樣嗎 就是因為這沿線有太多的崩塌 都很難處理 然後所以其實有一帶的隧道 很像是比較靠近這邊的 那個也廢棄了 你們如果現在從這邊進去 都還可以看到隧道口 這邊也廢棄了 才退更進去 所以你就可以去梳理出歷代的 這個所謂的蘇花古道的不同的路線 好 然後現在的那個大南澳領 蘇花古道大南澳月領段 是這條紅色的 都不是任何一條 結果我發現那個時候 規劃單位規劃出來的路線 它是以什麼當作 它是怎麼定線的 這一區叫做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 所以我剛剛有講區位跟法令就有關係了 在自然保留區裡面 你是不可以去做很大的勞動的 所以我們的上位的那個規劃的單位 它就以著這個自然保留區的邊界 這個領線來定線 所以現在的這個蘇花古道的這個大南澳月領 跟過去的蘇花古道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這個是那個用GPS 我們去把現在的路線定出來 然後轉成3D的這個樣貌 那你上面也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的這個數字 那都是代表一個定位點 那一個定位點可能就是我們發現了有什麼 那這個定位點就要配合我今天告訴大家的 你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不管是事先去梳理資料 然後先找到一些data 然後在做調查的時候細心的去觀察 那你如果觀察到有符合的東西 不管是動物植物 或者是可以就地取材的 或者是人物資源點 你就把那個位置定下來 然後把它寫在筆記上面說 第幾點 比如說077這一點 我看到一個銀盤 這個過去是一個銀盤的位置 你就把它定位起來 然後再拍照 好 那我們下一檔課會比較細的去講要怎麼做 那接下來一個案例是八通關月領道 然後是在這個陸名吊橋段 我們知道八通關古道有日治道跟什麼? 青古道 那它有什麼差別? 青古道跟日治道在過去的功能上面就不一樣 所以它在道路的設置上面就不一樣 日治道主要是日本人他是要脫很多的那個大炮 他要做一個軍事控管 管那個附近三角下的一些原住民聚落用的 所以你想想看要脫炮的步道會有樓梯嗎? 不會 但是在青古道 八通關的青古道就有很多 用就地取材 然後砌的這個尺體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分點 那還有就是那個步道的 舞道的寬度 因為脫炮 脫炮的那個炮車 至少要多寬的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好 所以我們如果說了解到這一件事情 我們來順便談一下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做的是自治古道的步道的整理 那你覺得如果要保持它的原始意義 那這個地方的地形可能因為若干年之後 就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沒有去整理 然後就腿皮 崩塌了 你在整理的時候 你會把它整理成是斜坡 還是你學會了氣石 你看到這邊有很多石頭 然後你就就地取材把它砌成是階體 如果它是自治 它是自治道 為什麼 對 所以有的時候啊 你必須要去考慮到這個步道的時代背景 那如果它的這一個背後時代背景的 這個意義是非常強大的 你就必須要去遵循過去 這一個它的一個步道的一個建制的方法 然後來去做複咎 然後這個是 台灣宣導鳥看圖是在1935年的時候 的一個鳥看圖 然後八通關月影道 其實很長 是在這一段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生活圈轉運站到步道 然後轉運站到步道有一個接近道路 這一個三者的關係 這個是國將步道系統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說步道不是只是去做步道證件 它必須要跟生活圈轉運站步道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配套 所以你只要再做一個 就是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步道的範圍 你就必須要去找說 那它的生活圈在哪裡 它的生活圈其實在最近的就是一個玉璃鎮 然後它的聯絡道路 就是這個黃色的這一個公路系統 然後轉運站有可能會在酌溪這一個地方 去當一個轉運站 就是國家步道 並不希望就是大家都是開著車子 就到步道口去停 然後造成那邊的環境衝擊 或者是交通的影響 所以一般都會在轉運站的附近 去設一些所謂的停車的一個空間 然後投個接駁車 然後走這個接近道路到步道口去 然後這是 就是一般會是指一日生活圈 因為一日生活圈在談的事情是說 不是說只有一日生活圈的人可以去 而是你外縣市的人 你最好是到一日生活圈那一邊 可以去做停留 比如說你去住宿 那你可以再選擇隔天 那這樣子可以促進當地的這個經濟的一些活絡 然後之後你會再找更細的一個地形圖 然後去做研判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佐勒 這邊現在叫做很像叫佐勒西 其實它的原本的地名叫做拉庫拉鋪西 那拉庫拉鋪西有幾個很像有三個 但是我記得有兩個說為什麼這條溪加拉庫拉鋪 一個是布農族的母語 他說拉庫拉鋪 就是說很多無患子的地方 所以這條溪的附近長了很多的無患子 那另外一個解釋是說 它有很多的石頭被溪水沖 拉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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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從這一些很多的典故裡面 你會一直去做觀察 然後你還會去找相關跟這一個案子相關的一些法令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它的一個上位的一些計畫 然後你去開始找它的一個時代被強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日治道跟清古道的不同 也是早有開始找它的過去的歷史 然後才知道原來它的一個時代意義是什麼 那這個日本人他在清竹這一個包湯觀月領道的時候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聯絡東西的一個交通 然後強化對原住民的統治跟交換 然後還有就是進行自然資源的一個列讀 那基本上那個時候他們在台灣統治 對於台灣的自然資源是他們都把它當作 那就是他們的財產 然後它這種古道 日治古道沿線會設了很多的這個住宅所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愛永線 愛永線就是上面牽了電線 然後通電 然後是房子那個時候的原住民 他們跨過區域 有時候是出草 然後有時候是比如說去把他們的自然資源再躲回去 那就是為了控制原住民 然後這個是大的張樹 他們在刨那個張樹的這個樹幹上面 在刨成一片一片要回去練張的一些老照片 然後甚至其實現在那個國家什麼資料庫 然後你打台灣總督府 甚至你都可以從台灣總督府過去保存裡面的公文裡面找到很多 然後像這個叫做松偉文的這一個人 就是跟巴通關古道 他過去的這個新主是有關係的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介紹巴通關古道 它的比如說一個長度 然後西段從哪裡 然後到哪裡這樣子 然後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開工 什麼時候竣工 那個時候我覺得在收集這些資料 了解它就像把一片一片的拼圖去拼起來 所以那時候做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巴通關越遠道的東段 它分東西兩個 它的東段從大水管 然後一直到淤底 那你從很多的文獻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過去那個時期的一些歷史照片 那你會知道它的一個建築的一個風格 然後這個是它從大水埠到玉年 沿線的這個住在所 像我們那時候做的那一段就是鹿米到左鹿這裡 然後我看一下 瓦那裡在哪裡啊 怎麼沒有看到瓦那裡 其實鹿米在上去山峰 應該是山峰再上去 山峰再上去有一段瓦那米 瓦那米在過去要黃 黃麻在過去是瓦那米 所以那個瓦那米過去應該不是叫做一個住在所 瓦那米的意思就是很多絕類的意思 是他們原著那個布農族的就是絕類的意思 瓦那米就是在這一段 然後這個是它的一個工程的特色 因為你如果要去張立它 你想覺得它的時代意義很重大 你就必須要去了解那它過去的一些特色是什麼 因為它脫泡 所以這個措置 它延等等高線 緩升緩降 它的路寬是四到六尺 不是公尺 一尺是三十公分 所以是四尺到六尺 然後它的路寬可以通兩輪的 這個輕便車跟這個脫衣火炮 然後它如果要過溪的時候 它就是架這一種鐵線橋或者是木橋 然後他們每一個站有那種 那時候已經要電化了 所以就電感跟電話線 所以你在做調查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看到很多的案子 然後它的道路設有上下的國坎 因為如果邊坡是這樣子的時候 那你要開路 你要把它一般是往內切 然後你要爭取這個空間 那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就會設國坎 來保護它的一個邊坡跟路跡 然後它是採這個水瓶碟氣 或者是這個人字型的這個丁氣法 它也有就是這種互字器的 也有人字器的這個碟石的方法 然後整個的這個步道的興建是有很多原住民參與的 它就是抓了很多的原住民來做這個 那這一個鉛 這個鉛是這支時代的一個技術的一個單位 這個鉛 那因為我們我們那次做的那一段是只有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我是做了整個瓦拉米的這個分子這個 就是這裡到這裡 做了4.25公里 從佐樂到陸名 那這一個是空海圖 就是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現在這個拉古拉布西的一個樣子 那佐樂呢 這個鄉鎮是巴通關月影道 然後從平地這個地方是玉里這個地方 從平地要進入山區的一個咽喉的地方 佐樂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看起來灰灰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氣溫大概平均溫度大概20度 屬於這個溫帶室溫的這個氣候 然後降雨量就是跟台灣的年均降雨量差不多 大概在2000左右 那風速其實不是很大 那沿線你可以我剛剛講地質要調查的時候 你可以去中央地調所找這種大的 這個地形環境的這個地質圖 然後跟現場的環境去做對照 然後這個是大尺度的 你再拍一些小尺度的 一般看到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是一種比較會有崩塌崩落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形的一個狀況 那它有的這個哺乳類 那你有的時候可以從一些植物被啃蟲 或者是牌椅 或者是就是還有什麼 腳印 那還有協同你去調查的當地的人 你可以從這幾個面向去得知 這個步道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動物 會在這個地方出沒 那像我們很容易看得到的 就是比如說這個山羊 台灣野山羊 那台灣野山羊 你要發現它 我沒有親自看到它 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它的牌椅 而且台灣野山羊很厲害 它大便的地方風景都特別好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鳥類的這個調查 那兩棲類跟一些昆蟲 那基本上這一些都跟 這一些的調查 有的時候你都可以從你的植物巷裡面 算去做推測 因為其實有一些像別類 蝶類的食草 它不是任何一種植物都吃的 它是有一些專一性的 針對性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從一些植物的出現 你大概也可以判斷出來 這裡大概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蝶類 然後沿線的這個植物的一些調查 像這個地方有很多的崩塌老洞區 就有很多這種陽性的仙區的這個 三毛毛的這個植物 然後在西邊 在西邊你就很容易看到台灣收蜀 然後在這種比較乾燥的這種崩塌地的環境 你可以看得到一種就是還滿喜歡崩嵌的蕨類 叫做聖蕨 那比較原始的這個環境裡面 就有一些台灣舉數的一個出現 然後之後你可以再去分析它的一個族群 過去族群的一個這種生活史 那在一個地方 它是屬於布農族的一個藍色群 其實布農族分了幾個大群 有菌色群 藍色群 還有丹聖 還有那種色王傑 反正有很多的一個不同的這個分支 然後這一個是我找到的這個 入民第一代的吊橋是長這樣子 那現在還有一個入民吊橋的橋頭 在現在入民吊橋的旁邊 那個是第二代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個是巴通關越領道的這個 那個開發史 然後他們有使了一些人 他們在這個步道的旁邊就有一個訊息者 這個碑還在 但是它不是在步道邊 它現在是在一個產業步道的旁邊 我們有發現到這個碑 然後這一個就是第二代的吊橋的橋頭 其實還在的 現在我們在走的那個是第三代的 那是國家公園後來新蓋的 那這一個案例是能高越領道 能高越領道是我做過的步道裡面 步道長度 單一長度最長的 大概有21.5公里 從南投越國中山脈翻到花蓮要走三天 那我在那個地方來來回回大概花了四年的時間 所以我對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情感 那這個是西段 然後這個是東段 那西段比較平緩 所以過去很多 就是台灣還沒有退出聯合國的時候 就是很多的那個駐外使節 它在報道之後都會去走能高的西段 它不見得走越領 但是它們都會去走能高的西段 因為它的這個坡度是非常比較平緩 那東段越過這個中東山脈之後 就開始自行的這個陡坡下潛 那這個也是透過GPS 然後再跟過20做套圖 套疊出來繪製的一個路線圖 那GPS其實的這個電子資料 你可以把它輸出成這個波度圖 然後這個波度圖我後來有把幾個重要的 比如說登山口 它現在的這個還有的保線索 然後天池山莊 光屏發表 還有幾個重要的這個吊橋的位置 把它標定出來 那在東段的地方你有沒有看到 這不是應該這樣順順的就要走下來 為什麼到了這個吳甲崩的地方 波度反而又要往上之後要往下潛 為什麼 那個地方叫吳甲崩山 就是說那邊有很多那個 那是一大片的崩塌去 那有很多的落石 然後那個路基也很小甚至都沒有 所以後來就是爬山的人 他們就是去選擇一個高繞的路線 在那個崩塌區之前 他就繞上去到這個崩塌區的波頂 然後再做下潛 所以你從這個波度圖裡面 你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說 吳甲崩的這個地方是要高繞 然後再下潛的 一直到其他在沾口 這樣子是21.5公里 那能高月其實有很豐富的這個人文歷史 像前幾年有一部電影 那個什麼 賽德克巴萊 他發生物色事件 然後賽德克組不是去燒了很多個住在所嗎 就是從天池山莊 天池山莊就是剛剛給你們看那個能高月店 以前就是然後從這邊以西的住在所 就是全部被賽德克組放火燒掉 所以現在我們還找得到的資料 其實是從東台展望這一本書 你可以找得到東段很多那個舊的歷史照片 那這個是從國家卒書館裡面 你可以調出來很多過去那個能高月的照片 那這個就是能高山 那拍攝的人是從現在的天池山莊的位置拍過去的 你可以拍得到這一個很漂亮的這個漢部 那這個地方才能夠看得到原譜 然後這個是我套回去日子時期的老地圖 然後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第一代的能高月領道就是不是這條現在走的黃線 是這一個綠色的虛線 然後那個時候最主要是要開能高月領道 最主要要幹嘛 要送信 要把信從西部送到東部去 可是開了這一條之後很快就廢除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說這個地方在河灣山的南邊一點點 我們每次要上學 不是就是電視台就把車開到河灣山去等 對不對 所以上到奇萊里山已經太冷了 而且太容易碰到在冬天的時候碰到下雪 所以這條線很快就被人家覺得不適合 所以這條線很快就廢除了 很快就廢除了 然後文獻記載除了原住民 就是常常在這邊活動 這一邊其實是那一個木瓜帆 這邊是那一個所謂的賽德賀族 他們會在這邊狩獵之外 然後橫掛過中央山脈 去掠奪這一些 不是掠奪 去找他們的這個狩獵的這個食物 在這個山區縱門之外 有第一個文獻記載的是《深守之著》 他在1907年的時候 從物色上山然後到花裡 經文和高月從這邊下 然後在1918年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橫斷道路郡城 你在那個台九 那個是丙縣還是甲縣 丙縣 然後你都還可以在路邊看到 那個殉職者的紀念碑 都還在那個地方 然後在1925年的時候 在1925年的時候 他從這個天子住在所的旁邊要付 就是現在開的這條黃色 你看從18到25才歷經期七年 他七年這條線就廢了 他就不要了 然後他就走這一條黃色的這一條 我們現在走的能高月嶺道 然後這一條黃色的能高月嶺道 其實離日治時期的能高月嶺道 其實又有一點點差距 因為現在走的這條能高月嶺道 主要是台電他們在維修 那個高壓電塔用的保線道路 所以還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有一些保線索 根本就是離現在的能高月嶺道 有一段距離 那這個是把這個坡面更長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現在能高月嶺道的區域 然後往西 然後往東 把他過去從物色開始爬的 這個舊路的整個的一個波路 去把他去做一個呈現 過去是大家都從物色就開始走 那我們現在是車子開到屯原登山口 那現在就在10月10日 現在沒有辦法直接從那個能高月嶺道的西段 就是0K到0K加 0K加3K加500這一邊 是原本就有一個步道 現在沒有辦法走 因為在0K加500那個地方很容易落實 砸死很多好幾個人 所以那個南投林區管理處 他們現在做了一個就是改線道 但是我自己去走過一次 我發現天啊 那真的是原本從0K走到3K 我可能花大概30分鐘 我現在要花兩個半小時 很累 對 但是真的落實很可怕 有落實的時候那個地方本線會封閉 就是怕砸到人 就要走那個改線道 那這個就是我說從東台展望裡面 你找得到的 從南高玉鏈往東的各個保線索的照片 一直到初音 那現在起來 在東邊還有一個保線索是可以被發現的 快離保線索的 那這是過去他們的住宅所的一個樣貌 那在日能高玉鏈剛剛給大家看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愛逛街 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在跳蚤市場就看到 有一次有人賣一大堆日本人的軍服、軍裝 然後後來發現他裡面有一個 那個算是領巾嗎還是什麼 這邊寫台灣守備隊 那個時候這個就是那個物色事件的時候 那時候的日本人的駐軍的全套的軍服 然後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電子的這個 一些其實我們繳稅政府有在做事 他把很多的那個古代的公文跟文書資料 其實都已經把它電子化了 像這一個就是發生物色事件之後 日本人他們的那個進攻圖 有一支是從何灣山這邊攻上來 有一支是從花蓮港廳攻上來 有一支是從那個台中南投這邊攻上來的 這一個就是他們的進攻圖 然後這一張圖其實 裡面就把西段的各個住宅所 他旁邊都有住了一個就是一個火 就是說那個就是被火燒掉的 那個是當時候的一些古地圖 那你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在住在所旁邊 你還是可以發現到有一些那種 過去的降寶品跟酒店 然後這個就是在做自然調查的時候 不同的季節你可以調查到 不同的景觀像跟植物像 你看到你如果對於這些植物生態比較了解 其實你只要一看到這一些植物 你很快就可以反映出這邊的海拔高度 譬如說你看到阿里山濃淡 看到玉山石竹 然後玉山濃淡 然後這個是玉山當歸 你就可以直覺反映到這邊的海拔 應該有2000以上 那你看到他 他是什麼 台灣百合 這就很難判斷 因為他從海底一直到2000多都有 這就很難判斷 所以在判斷的時候就多一點植物 來 然後你在能高越領大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的各種的這個杜鵝 像生殖杜鵝 然後這個是西施花 然後這個是 這是什麼 金毛嗎 那是什麼 那個不是金毛 不是金毛 公屁八表那邊 對 公屁八表 那長在公屁八表 對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杜鵝 然後你在不同的季節 你看到那邊僑木的這個夜色的變化 那你也可以有很多的 其實在工作之外你也會有很多的感觸 那像這個橘紅色的 的這一個 你們知道它是什麼植物嗎 它是台灣紅柵柱 台灣紅柵柱 那這一個結紅色果子的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有在 這個也要在海拔 至少要大概一千八左右比較容易看到 這個是玉山甲鯊裡 然後這是一種蝌頭蝌的 春天的一個植物的那邊 然後這個是二葉松 那這是五葉松 那你們看到五葉松的話 你們可以 如果又看到旁邊 這邊有很多的那種高山馬 你直接可以反映說 這邊曾經發生過的森林火災 那在能高月的東段 有很多的野生蘭花可以被發現 那這個是日本西部斜蘭 其實很漂亮 那這個叫做馬鞭蘭 那這個是虎頭蝕 就是一種羊耳蒜 那這是一種根捷蘭 然後能高月上面 你可以發現到的一些鳥類 有兩種是第七類 就是地上七型 不是第七 是地上七型 沒有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這個是那個地治 這個是南腹癬 不是環景治 環景治是在那個比較平遠的地方 那這一些是 就是屬於一些比較小型的這個鳥類 那它有的一些哺乳類 比如說水鹿 山羊 山羌 條文松鼠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是什麼 那個黃鼠狼 對 就是黃鼠狼 然後那個有一次你們的五神 有沒有在工作 然後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一直笑 我說你在笑什麼 他說他可能腳太久沒有洗了 味道很重 他說我站在這裡跟你講電話 有一隻黃鼠狼 一直來啃吼的腳趾 那黃鼠狼真的是在 比如說山屋什麼的 有時候你真的會被他嚇到 因為他會從那個床底下 他想要上來偷你的食物 然後就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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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想要這樣很有趣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就講的是一個 就是說在做那個步道調查的時候 然後把資料匯整起來 你可以怎麼樣呈現來的一些方式 然後可以幫助就是除了你之外的人 來瞭解說這個步道的資源特色 或者是潛在的風險 還有潛在的這個 吸引人的點是什麼的一些方法 那另外有的時候就是 你如果有一個步道系統 你要去做評定 評選說 比如說這一區 然後本來有十條 那你去踏勘了之後 你覺得這十條都是適合的嗎 或者說你是要選擇其中幾條 那你要在做這一些零選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注意到 你必須要考量到哪一些因子 其實有八個你可以去考量 那這八個因子也是整合了 國家步道系統的一個建制 然後還有就是過去一些觀察 必須要去做一些分析數理的 包括你的步道的自然 跟人們的資源的特色 還有你的景觀美職的代表性 有什麼 你跟這個交通的連結的關係 跟可及性好不好 那你的這個步道可以提供 這個遊氣機會的這個屬性有什麼 你的步道的現在的一個使用的程度 狀況為何 你的步道安全跟使用的困難度為何 他是不是有生態敏感度 或者是資源遭受衝擊的這個可及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步道開放了之後 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產生 然後他有沒有辦法跟這個靈性 淋進的這個遊氣的這個系統做串聯 他有沒有辦法跟周邊的生活圈社區 或者是聚養有一些關聯性 這些都是一些你在做一些步道 你要是要封閉還是你要去做持續維護 或開放一些重要的一個領選的因子 那簡單的一個 我把這幾項再做更簡化的書語 就是變成這四項 就是那檢視原則變成 你的本身的資源的一個豐富度 你的一個沿線的路況的品質 你的步道的易達性或者致命性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居民的一個利用性 那這裡面我覺得你們可能會比較難 明白的叫做自民性 什麼叫自民性 如果我剛剛講這裡有十條步道 然後你走進去你發現這十條 如果沒有特別的留意 你會覺得這感覺只有兩條步道 因為它的資源的重錄度很高 你根本分不清楚這一條是A還是B 你就覺得這兩條很像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一個自民性不夠好 就是它的一個特色太雷同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篩選 再從這其他的因子裡面 找到它的分數最高的來去做那個 那你再做評選 剛剛這幾個調查的時候 你也可以再針對生態軸 或者是景觀軸 或者是人文歷史軸裡面 再去做一些分類 那生態軸裡面你可以針對 比如說有溪水、水岸、森林 然後植栽景觀的風貌、生態環境 栗子紋理的特色 水利的這個生態的特色 來去做一些梳理 然後景觀軸就是比如說 你的這一個水的這些景觀的體驗 然後這個綠帶的這一些 比如說你有沒有休憩據點 有沒有眺望據點 有沒有一些綠地、林地等等的 那人文軸的部分 你就可以從它的一個聚落的景觀 開發的童根石是不是一個古道 然後它有的這個農作的 這個產業的一個變遷、水資源的 利用等等的這一些 來去做整合 那時候我們去調查的是 平頂整個鄉的一個 這個步道的一個區域 那簡單的我用這個金瓜寮的 這個冠玉小學步道來講 那好 現在這一個就有把我今天第一堂開始講的 它到底是屬於哪一種線型 它是屬於 入行是屬於一線基本型的 它的鋪面的一個材質是一個自然的土路 它的步行的時間大概花了60分鐘可以走完 那它的一個陸網的一個發展性 它可以跟金瓜寮溪的這個產業道路 形成一個迴路系統 你就開始要有條有理的去把這一些 去把它呈現出來 讓人家在很快的時間可以去了解 然後配一張圖 然後這一個黃色的部分 就是金瓜寮的目前的這個產業道路 兼自行車車道系統 旁邊這一條是金瓜寮溪 那它分了好幾段 它其實有分林物局的林地系統 還有它的相公所的這個土地等等的 所以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發現 紅色的這個是第一段 然後這個第二段 那個時候已經初步有了這一個步道的規模 但是它中間那個時候缺了一段串流 所以整段路被切成兩大段沒有辦法串流 人都要走到這一個自行車道系統上面走公路 然後在這個地方再切下來走第二段 那後來很像整個它們有去做一個串綿 那從照片裡面去做一個整理 整理出來它的一個景觀特色 它的一個生態環境特色 那你就可以開始把你觀察到的種種的因子 去做斯瓦斯分析 去把它的優勢、缺失、潛力跟危機 去做一個整理 那我們整理出來發現它是一個景觀優美的步道 清水性很好、生態很豐富、知名度也很高 然後它還有一個優勢是臨近金瓜寮的這個自行車道 所以它的可擊性很高 那缺點是什麼 就是很…它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路口意向 在那個時候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路口在哪裡 很容易錯過 然後它缺乏了整個步道 缺乏了排擠水的設施 然後跨溪的地方缺乏了這個安全性 然後沒有這個環境教育解鎖的一個系統 然後剛剛有講 它的第一段跟第二段也不連續 這些就是它的詮釋 它的潛力是什麼 它如果串連起來 它可以增加整個金瓜寮溪的連線 增加新的一個亮點跟距離 它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它的路況有很多的這個邊坡 因為跟公路離得很近 那個坡的這個坡度很大 然後地質不需要很好 然後有一些路段很容易造成坦塌 那這個就是一些做實話分析 你可以去針對那些部分去做整理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們很快的最後一個部分要講的是 就是地圖的判讀 在座多於等高線圖沒有辦法閱讀的 就是看不懂的 你只是看到很多條線的 那你沒有辦法了解它的意義的舉手 好 請放下 你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綠色的 你看到有很多的圈圈對不對 我先講在做地圖判讀的時候 一個很簡單 但是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所有的圈圈不會交集 它一定是封閉的 那如果會兩條線很密 然後到最後疊在一起 你看到疊在一起的 那就是懸崖 那就是懸崖 另外一個 這個一條線一條線 這個都是一個海拔高度 一條封閉的線就是一個高度 那單位有的時候通常 不是每一個等高線圖都這樣 你要看等高線圖上面的一個柱鏡 通常我們在畫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公尺會畫一條 一公尺會畫一條 那有的時候會五十公分畫一條 這不一定 那做得更細的時候 還有什麼手曲線跟記曲線 那個先不要講好了 好 然後記得 等高線 如果很多條等高線抽在一起 你看起來很密的 那個地方就是很陡 看起來很寬鬆的那個地方就是很坏 那你要判斷那個是一個突破 還是一個凹坡要怎麼判斷 突破跟凹坡要判斷 你要先了解等高線哪邊是高哪邊是低 我這邊沒有標出來 有點抱歉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是最高點 假設這個是最高點 然後這裡是比較低的點 假設我們先看這一段就好 這裡是高 這邊是低 就是水 滴到這裡會往這邊流的話 好 由高而低 你看到這種凹的 這個就是凹坡 由高而低 你看到這個凸出來的 這個就是凸坡 好 我現在用這一個 切這邊當作例子 我這邊把它這樣一切 給你們看 切出來是這樣子 切出來的這個剖線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一道 這一道 切開 然後轉90度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比較緩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等高線會比較 比較逆還是比較爽 比較爽 好 那松跟蜜是比較子 是一種比較子 它沒有絕對的一個意義 好 另外一個 剛剛我說一圈就是一個高層 我現在用假設是一片板一片板一片板 然後你把它當作就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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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一圈 這就是一圈 那你如果厚度是一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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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高線一斌一般來看 你如果用珍珠板去做模型 做出來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剛剛講的 再來看這一個圖 由高而低 如果是凸出來的就是突破 由高而低 如果是凹進去的就是凹波 那這樣子記起來了 所以這個畫面 你就把它想說再轉轉轉 轉得很正 回到這個畫面 你就有辦法去閱讀一般的平面地圖 來 再來講波度的表示法 從這個地方一刀切下去 它的一個頗線是變成這樣子 你把它轉成正焦 跟你是一個完全是垂直的 就會發現這樣子 那計算波度怎麼算 最高點 如果你要算最高點到最低點的 這個斜的這個波度 你要先去量它的一個垂直高度 再量它的水平的一個距離 然後用垂直高度 就是用這個6高度去處理底邊 75.6 得到的一個值 就是它的一個波度值 所以人家講說8%的坡就是水平100公尺 上升8公尺 這叫8% 那還有一種表示法 就是極比極的 如果像我們這一個6比75.39這一個 其實大概簡約來看就是1比12的坡 那個一般現在那個通油設計的 那個無障礙波度 就是最大的坡不可以超過1比12 這個就是一般波度的計算公式 那在做步道的時候 其實這個應該也好多課都講過 其實很適宜的這個波度大概在7%左右 7% 剛剛那個誰啊 一聽不懂 7%的坡就是如果水平距離是100公尺 它垂直上升是幾公尺 7%啊 7公尺 這叫7% 那坡度不宜超過 最大的坡度就是不宜超過10% 但是說實在的 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不太容易做得到 然後如果說你的坡度大於25%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開始考慮設結題的 我說開始考慮 沒有說一定要 你必須要去看它的一個地質條件來去做思考 好 我又回到關於手術跟步道施工方式 來做一個今天最後的總結 然後讓你們今天回去 應該都會停留在噁心的畫面 好 傳統手術跟微創手術 我進行的叫微創手術 就是挖三個洞 就跟冠型工程跟手作步道來做類似 類似嗎 傳統手術就是這樣 他這個四個洞 現在科技很進步 我少一個洞 所以我挖三個洞 好 這就是傳統冠型的工程 就這樣子 還是我們要用手作的方法 就讓就是我們大地的傷口少一點 好 這個是術後留下的疤痕 傳統手術就會像這樣子 微創手術就是我這個 以後就是像這樣子 就這樣很漂亮的步道 然後所以要做 我們要做一個總結的梳理 這個傳統手術 傷口大 傷口疏後易感染 所以傷口逢針很多 逢針多比較不美觀 而且我復原期很強 然後微創手術就是都是相反 好 那可以出作業了嗎 可以出作業 那請問冠型工程跟手作步道 它的製作 就是說你們去做類 對環境 對步道 對使用者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這個不一樣的影響 那另外一個我再講 減量設計有多重要 你知道要手術前跟手術後 一直要被這種就是針管插在手上 雖然我知道它是要幫你打點踢 或者是打麻藥比較方便 但是我把針頭拔掉的那一刻 真的覺得好爽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減量設計有多重要 你是要一直手上掛著針頭 然後在那邊覺得很不舒服 還是覺得就是要拔掉 那我今天就拉哩拉渣講很多 那這就是我講的說 我們那天在拉拉山 但是這有一個新的議題 我們先不講新的那個議題 我說三教育的議題好了 可是它做木戰道 我並不是反對木戰道 但是我覺得就是 它是有條件的狀況下面才可以做 那另外一個做木戰道我覺得也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想想看我們的木戰道的木材 都是從熱帶雲來的比較多 那那些木材好了 犧牲了 你要做你也把木戰道做得漂亮的環境 不要做得出自爛造 就是讓它死也死的瞑目 可是我看到很多工工工程做的木戰道就是出自爛造 那後來這一段我們那時候是覺得說 大家覺得說其實這個步道想要把它 恢復成自然撲滅 恢復成這樣子 所以那兩天我們跟那個新竹鄰居管理處的環境維護志工 在那邊兩天 然後就做了這樣子的 把這個變成這個的一個動作 那這就是一種減量設計 所以今天的課就上到這邊 好 謝謝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你們 有時候發報制度是穩定 看證單位他的預算用的多果 那我還有 沒有 反正當然有的時候你需要整體的考量 那有的時候你必須 還必須要去思考 你的施工的期間 還有你的工作的動能有多少 那基本上我比較建議是分期 分區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你要有整體的規劃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的 我看到很多生理游樂區 有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他的整體規劃 只是做個樣子 後續的每一條步道的設計 設計者或設計單位 他並沒有依循的整體規劃的那個主要目標 所以他會去設計他自己的系統 然後那個系統 其實有可能那個外觀的使用 銜接都是 每一個系統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湊起來就很奇怪 很不好看 那我比較建議是說 你有一個好的整體的一個規劃 有一個願景在 那並不是規定每一期的整 都要跟那個系統做的樣貌一模一樣 但是你至少要風格要類似 風格要類似 那你可以針對很多 比如說前期 你還發現他有哪一些地方 需要去做調整改善的部分 在你那一個部分去做一些就是調整 但是就是我很擔心的是 就是大家都各做各的 然後到最後所有的系統湊在一起 就會變得很可怕 你認真想一想 其實你到很多的景區 你到很多的一些台灣的環境去 甚至你在台大校園裡面都有可能看到 我剛剛講的這種問題 就各做各的 沒有做整合 還有嗎 還有沒有 電器有問題 沒有 那沒有問題就大家平平安回家 就是身體 生病之後發現體能健康很重要 大家都不是超人 不是無敵的健康 你要補職 我也補職 好 那個各位同學 大家應該可以中文感受到 就是我們說上個禮拜 第一堂課是唯一一次可以準時下課的 那一堂課的那個真理 對不對 之後的每堂課大概都會像這樣 這種狀況 那希望大家就是之後 可以多在課堂上多一些提問跟思考 然後跟老師互動去請教一些問題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就是因為大家比較熟的或許可以比較理解 就是老師為什麼會用那個手術來比喻這件事情 那比較不熟的 因為還有很多同學可能比較少參加工作假期 或可能還沒有那麼熟悉 是因為老師上個禮拜剛動完一場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手術 那因為他身體的狀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一直來困擾著他 然後其實也困擾著我們 因為老師沒有辦法跟我們上山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本來就很擔心說老師上個禮拜 我們正在上地堂課的時候老師那天剛開完刀 然後本來就有點擔心說 老師的身體能不能附和這個禮拜來上課 但今天就看到老師身材奕奕 那也沒想到老師用那個手術來做 手術步道跟慣型工程的那個比較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慣型工法對環境的擾動 讓環境自然恢復的能力變得很慢 但是微型手術就恢復得很快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一次感謝老師用他的身體來為我們示範 手術步道的精神 那接下來請婷姨再跟我們做一次那個客戶的說明 因為下個禮拜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 然後剛剛一開始可能有請位同學也沒聽到 再請婷姨再說明一下 嗨 大家好 就是我們下禮拜也會以小組的方式 去在校園裡面做一些踏查的調查 因為下禮拜的課是調查工具的介紹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也要準備一下自己的電腦來 那一組至少要有一台 可是盡量是每個人都有會比較好 可以每個人都練習操作到 那我們也會準備GPS 那剛剛有同學就問說 可不可以用手機的那個記錄去 App去記錄 那我們是不建議這件事的 那我們就是會帶那個GPS給大家來使用這樣 那我們客戶通知在發給大家的時候 也會跟大家說